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Evernote是帮助我们来记住任何想要记住的东西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一开始必须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账号的时候老师建议各位用Gmail去注册 然后注册的时候怕你又忘记 你可以用Gmail相同的密码来注册Evernote 这样子你Evernote跟Gmail是一样的密码 你不要告诉我 至于其他东西的密码怎么办 对 这个同学就讲得非常正确 因为你需要记密码 你又很痛苦 你记得住吗 记不住 你那密码记得住吗 我告诉你 年轻人记得住 你呢 记不住 我不是歧视中老年人 是因为年轻人 密码对他来讲就是与生俱来的 对你来讲 那叫做天书 你怎么可能记住嘛 所以你就拿这个来帮你记 很简单 你就把密码写下来 或是打进去 或是用讲的都可以把它放到Evernote 可是Evernote本身要密码 那你就用Gmail把它注册 这样了解吗 只要一个密码 其他密码就用它来记 这样了不了解 了解了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老师在六个礼拜之前 我有要求各位发表想要学什么项目 那我当下就有解释 照相跟Scan是不一样意义嘛 然后我也记得每一个同学讲了什么 想要学什么 然后我们这六个礼拜 就依序安排来上课 那我为什么都记得住 因为我善用Evernote这个工具啊 有没有 有一个同学还清醒 他记住了 老师怎么做的大声一点讲 你是用Scan 对 我把我白板上各位讲的需要 想要学的项目写下来 然后我也用我的Evernote打开 把白板Scan下来 然后Scan的结果 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比较 所以我又多照了一张照片 Scan跟照片都传到群组 所以你第一堂来上课 你就看到老师的比较了嘛 那你当然不会记住 因为对你来讲你可能不需要 可是我需要啊 因为我要知道学生下的订单 我就是一个厨师 如果各位点了菜 就上了菜是错就不对了嘛 所以我现在来讲一下 我如何找到我以前所记住的 Evernote所记住的东西 很简单 在我们的Evernote上面 主画面啊 下面有五个按钮 有没有 好 从左边数回来 第二个是search 或是你在这方面 你可以find a notebook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先点这个search 好 search的时候我就要去找嘛 我们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 是不是2020年Q1 是不是 001 那很简单 我就在这边打什么字 关键字 关键字是什么 2020Q1 对 好 各位我是不是打完了 2020Q1 而且还是小写嘛 我在打的同时 它跑出来两个 有没有 进阶 我们是基础还进阶 基础 我们是基础班嘛 可是我们还有个进阶班 我两个都有做啊 好 我们先来偷看一下 早上的进阶班 偷看一下 嗯 这是进阶班讲的 有没有 看到没有 太金 有一个黄色的 表示我找到2020的关键字啊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班 叫基础班嘛 我就点一下这个基础班 这个笔记啊 这个记事里面 2020Q1基础班 这个是当时的画面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老师最后给各位两个画面 这个叫做照相 这个叫 scan 有没有 我说我要讲 scan 对不对 所以我有讲 而且我给各位看啊 这个画面 各位应该还记得 我现在看到这画面 又回想到六个礼拜 各位坐在这边 想要学什么 已经亲口告诉我 而且又回到我脑袋里面 我在那个之间 我早就忘了 我也不会去想记 因为我要记的东西太多了 对我来讲 这个不是最重要 但是各位来上课 我要给各位一个promise 各位想上的课 我就要教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还统计了一下 Android有两位 iPhone有八位 手表都我杠掉了 iPad有九位 记得吗 各位不记得 你是插拍生 大家不记得 因为你不在 好 好 好 而且 我叫大家自我介绍嘛 然后我讲这个 照相跟扫描 有没有 照相结果叫什么 photo嘛 照片 扫描结果叫什么 扫描结果叫Document 我不叫你翻译 ok 我问你结果 Document 或是文件 所以这个 我是扫描 这个同样是白板 我扫描 在我来看是文件 我上一张 各位看一下上一张 这一张 对我来讲 你看起来是一样 对不对 对我来讲 这个叫做照相 听懂吗 照相跟扫描结果 是不太一样 我们上礼拜 是不是有解释扫描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是用另外一个APP 叫Adobe Scheme 那个是很专业的 它可以转成OCR 转成PDF 还可以让你修图 有没有 增加文字 还可以去字 哪一个字 菜秦的字 对 听懂吗 我是不是修图 没错吧 加字跟去字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都记得啊 各位 你不要以为老师很厉害 老师就是用工具而已 我不可能什么东西记住 但是我善用工具 帮我的想要记住的东西 丢给我的小蜜 我的小蜜是谁 Evernote 没错 不要花钱 只要用基本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以后发现 你这个小蜜越来越不够用的时候 这表示你的功力已经往上了 它追不上 你可能就要考虑花钱 我们先来讲一下 免费版跟进阶版有什么差别 免费跟进阶版有什么不一样 免费就不用钱嘛 对 今天就要钱 谢谢你的答案 不用了 那是费就好 谢谢 谢谢 没有 这个东西可以多一点 对 你可以用的时间也长一点 因为你假如是基本的话 基本的 不要付费的话 它到了哪个程度就说 就停止 停掉了 你就不能再进阶版 免费跟有附件有什么差别 免费它每个月有up load 对 量有限制 每个月outload的量有限制 有什么差别 对 有些那个function 对 有些function不一样 我们很快讲一下 免费版本 就叫basic 你可以安装在两台设备上 两个device 有没有 S 什么叫两个device 比如说你手机装一个 iPad装一个 那你可不可以在电脑再装 不行 那你就要把其中一个 oninstall再去装 这样了解吗 这是它device的限制 第二个很重要的限制 每个月能够上传 叫outload 什么叫outload Apple Note在哪 Apple Note在这 这个很高啊 Apple Note在这 你东西丢到云端 有没有 各位看这 这个箭头 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工具来帮你寄东西 这工具存在什么地方 云端 云端嘛 所以你要把东西丢上去 这个中文叫什么 上传 英文呢 Apple Note 那如果再把它抓下来呢 download 对不对 这很简单嘛 有这个观念 所以你在电脑上面 手机上面 把它丢上去 丢到server 每个月丢上去 有一定的量 免费版本的 可是 你只要丢上去 它就会一直在那边哦 有没有限制 有没有限制 unlimit 这个字好不好 如果各位看到这个字啊 你要appreciate这个server啊 没有限制 每个月丢的量有限 可是只要丢上去 你可以一直丢 总量 对总量无限 对总量无限 可是每个月能够丢的是有点限制 如果你买付费版 每次每个月可以丢多一点 你说老师我不够用 可是我又不想花钱 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这个月的量用完 那你就再等几天 上个月来 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懂我意思吗 这跟基庙不一样 基庙我们只讲15几个 你这个月满了 下个月是不是可以 再继续用 不能啊 因为它总量的限制 这个总量是没有限制 它的限制是每个月 你能丢的量是有限制 你懂吗 所以给你免费用Unlimited 这个东西不多 这东西是不是很好 很好啊 真的很好 你要懂这个道理啊 免费版跟进阶版的差别就是 你进阶版可以多丢一点 多丢一点 我举个例子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就好像你开一个warehouse 你的warehouse 是不是要算一个square foot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如果去买一个warehouse 或是买一个 或是租一个warehouse 是不是要算几平方尺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Evernote是给你无穷无尽大的 但是怎么理解你是outload的 就好像 可是如果你是免费版 你就好像是一个小的pick up 去装货 有没有 小的pick up 毕竟每个月可以送的东西少嘛 如果你是付费版 你就好像是一个大的container truck 就可以装很多东西啊 人家可能一个月 比如说你一个月可能送了三趟pick up 你就不能再送了 人家可能送三十趟大的container 那可以量很多嘛 那就是付费跟不付费 可是一旦进到warehouse 都是你的 没有限制 听懂啊 那听懂这个观念嘛 还有一些部分的功能 它有限制 比如说我们常常需要寄名片 名片有没有 各位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有收到别人给你的名片 有吗 那请问你们都怎么处理 随手一丢吗 随手一丢吗 放一杯收起来 收起来 怎么收 你是不是用橡皮筋捆 明面夹 明面夹嘛 对不对 总是高级点 不用橡皮筋嘛 明面夹 那请问心头缘 你用什么 明面怎么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对 对 那我已经是造像 造像 来 中文老师 你明面怎么管理 我以造像 造像 对不对 好 那 不管你是造像 不管你是用明面夹 或明面布 或是用橡皮筋 我跟你保证一件事啊 当你要用那张明面的 某一个词后 找不到 对 然后更气人的是 当你不用的时候 它就跑到你前面 很气人哦 各位有这个经验吗 有 你不用的时候 它就跑到你面前 晃啊晃啊 有没有 当你要用的时候 会怎么样 找不到 翻箱倒柜都找不到 哪怕你是买烫金边的 米片夹 有没有用 烫金边也没用啊 那怎么办 干脆不要买米片夹 干脆不要收紧米片 米片回来就丢掉 我现在自从用了Avernote之后 人家给我米片以后 我就把米片还给人家 因为我Avernote一扫描 就进到我的云端里面 我随时就可以找到 我再也不要米片夹 我随时用关键字去找 就可以找到 听懂吗 就不要去管这个米片 因为管米片是很痛苦的事 可是你要人脉管理 人脉管理听懂吗 你要人脉管理嘛 否则你就很多事情做不了 所以管米片 如果你要扫描自动米片 它转成通讯录哦 这个是季节版的 如果你扫描以后 还是为字党 还是一个扫描读党 那就是普通版 可以转成 叫做通讯录好不好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米片 你给我一个米片 那通常你给我米片 我扫描三秒钟之后 我就还给你 这时候我的通讯录 已经多了一笔 联络人 这样懂不懂 那你以前要增加联络人 你拿到米片要怎么做 照相可以解决这问题吗 可以啦 只是要找半天 通常你进到联络人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打开手机 是不是有联络人 你点某一个联络人 是不是可以打电话 可以发邮件 你现在可以发传真 发简讯 这叫联络人 听懂吗 你的手机里面有个联络人 你是不是自己打进去 是contact 对 是contact嘛 你是不是要自己打进去 我告诉你不用 Evernote直接扫描 就变成联络人 你扫描完以后 你就可以跟他 E-mail 跟他打电话 因为常常 我告诉各位 我的学生都有这个经验 我给你一张名片 你给我一张名片 那以前我们在交Gmail的时候 我就叫学生交换名片 然后把对方的E-mail打进去 对不对 然后开始练习 哎老师我怎么收不到 为什么 打错了 你的Gmail里面 或是任何一个Yahoo 什么mail 里面有个点啊 有个圆圈 有没有 你可能不晓得是O 还是0 里面有个E 你不晓得是L 还是E 常常会打错啊 我告诉你 自从Evernote不會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扫描 对 他直接把那个 抓出来 然后放到你的通讯录里面 他不但是扫描 他还是文字辨识 他不但文字辨识 他还放到通讯录里面 这样好不好 原之原味 不光是原之原味 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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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吗 可是 如果你是用免费版本 他这个功能就限制了 那你就必须要 那你如果不用明片 或是你想明片 你暂时不用那么复杂 你自己打也可以 只是有时候会打错 辛苦一点嘛 但是扫描还是可以 你是说那扫描 门片 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放的位置不一样 地址也不一样 什么变化 他怎么自己去抓 这个东西应该归到什么地方 进到你的通讯录 content list各位知道 对对对 你手机是不是有个content list 你是不是要打电话 你现在还会记住某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现在人不会记 小时候你要记嘛 小时候要播那个转盘 你要记嘛 你这样讲表示你有一定的年纪 听懂吗 听懂吗 以前你要 或是我看到有些老人家是哪一个电话部嘛 记那个电话通讯本嘛 对不对 那现在所有的通讯的资料 都在你的手机里面 也就是说万一你手机不见或找不到 你就没办法打电话 因为你不会记对方的号码 没有我的意思是一个名片这样子 每个人的名片地址什么 你照相scan 你要他帮你去电脑里的归类 他怎么会去知道这个是名字 这个是什么资料该归到什么哪一类去 你猜他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想可以做得到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他抽你的地方嘛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我告诉你人会犯错 他几乎不太会犯错 这就是我一直急着想要教你 他有很强大的功能 好 我先把观念讲清楚 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看 为什么我可以讲很多东西 但是不需要嘛 因为他本身就可以做到那么强 如果你真的去试 你就知道 好在各位如果还没用过 你一开始进来 他给你适用就是升级版 你就可以适用他免费的升级版 等到一段时间以后 比如说好像七天还是三四天 我忘了 七天嘛 七天之后你就再决定 那这个七天我常常叫我的学生嘛 他要学 我常常叫我的学生 他说老师我有这个 好 你找出七天有空的时间 我开始教 第一天教完以后 他就把所有的名片弄完 听懂吗 七天之后又当柜 回到basic 他就不用扫描了 可是 东西进去会不会不见 不会啊 所以你随时花钱升级 就放很多对不对 那随时你又想当柜 你知道什么叫当柜吗 就是不想花钱的嘛 你又回到basic 只要上去的东西会不会在 当然在 它是unlimit的嘛 懂这个观念吗 所以你随时可以升级 随时可以降级 随时想花钱 随时不想花钱 但是我讲一章怎么解呢 你还不熟悉之前先不要花钱 那你可以七天 赶快那个七天把握 天天赶快扫描 七天之后你就不要花钱 这样了解吗 好 如果大家都知道我这样的话 就骂死我 有没有 他们已经drop掉了 一个月多少 一个月多少 一个月七块九九 那一年好像 它有一点discount 那我通常会建议我的学生 一开始不要去升级 为什么 因为你注册Gmail之后 你注册Gmail之后 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突然之间你的邮箱 就会收到一个 不是 promotion 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一开始就注册升级 对不对 那它就不会寄给你 你知道在美国 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 以前我们不是电话公司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美国 就是要去电话公司 去安装一个电话 对不对 然后你不管AT&T啊 或者哪一家 然后你就发现 一开始他给你折扣 然后过一阵子 别家公司出来折扣的时候 你说要比较不行 因为他欺负老客户嘛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换一家 你换一家就有折扣 听懂吗 所以Evernote 如果你一进去 你不安装到升级版 不要付费 可能 过一段时间 他会Email给你 说你要不要考虑进来 给你一个折扣 那这个时候你再进去 我们在讲 各位记住这个 随时随地随心的记住 任何想要记住的东西 年轻人没有这个困扰 所以年轻人不需要这个APP 为什么 因为他想记住他就记住 比如说密码好了 我就讲 密码你记不住 年轻人就记住啊 所以你需要 年轻人帮你记密码吗 我很多学生都是 小孩帮他记的 是不是 然后回家就要看谁的脸色 回家 回家就拼命骂老公 对孩子就不敢 听懂啊 听懂啊 就是讲我啦 听懂啊 这个老公可以骂 孩子不能骂 不然他密码不告诉你 就忏了 OK 所以要靠自己 不要靠年轻人 然后黄医师这样懂吗 你可以去装任何一个APP 有付费也不付费的 你都可以用 没有说一定要用这个 但是 我据我这么多年来 我推荐唯一要花钱 Only One 只有一个 没有别的 如果Google 你用的量很大 是因为空间不够 像我要100G 那是因为空间的问题嘛 所以我花钱是买空间 不是买那个软体 软体本身是免费的 Google都是免费的 但是Evernote 如果你要用很强的功能 还是 可以考虑花钱 但是 现在不急嘛 先试用 好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刚刚已经秀给各位看 六个元块钱的东西我都 那个 我再讲远一点好不好 比如去年发生事 我要去找 我可能找不到 好 我们在美国是不是都要报税 每年三四月是不是快期适动嘛 对不对 为什么 要报税了嘛 那每一年报税 你都要找别人报 不管是快期师 或是你要自己报 或是找什么 你都要把所有的资料找出来 那我自从用Evernote以后 我就不用找快期师 因为我所有资料 每一年报税的资料 我就用Evernote把它忠实的记录下来 然后这一年中间发生任何的 跟报税有关 都进到Evernote 我说只要打报税的东西 它通通出来 然后我就可以 利用软体直接报 因为它帮我记住该报税的东西 这样好不好 当然好啦 对不对 你要善用它嘛 不然你就要用资料讲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在讲Gmail 有讲过这观念 Gmail是可以把你 装进去 但是你用Tag 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报税的时候 记得吗 我以前在教你要记住东西的时候 十年前在教的时候 我用什么 软体 用Gmail啊 怎么做 我们已经学了 自己寄给自己一份嘛 自己寄给自己一份好不好 当然好嘛 可是你要知道 它是有容量限制喔 它会买嘛 因为它只有15G 那这个没有容量限制 所以你记住东西 它就一直在上面了 直到哪一天它会垮了 如果大家都负钱 它有一天会垮 那就有像我这种负钱了 所以各位还是尽量用 好不好 好 我们 各位同学 我们时间很有限喔 先不要聊天 我们时间真的没有限 马上就没有时间了 赶快把这个交完 因为我们还要留一点时间 大家讨论一下 这位同学下课问了一些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叫做 Evano would like to access your photos 什么意思 他会帮你处理很多你的照片吗 要去存取你里面的相片 这时候他问你 permission 可不可以同意你 那你如果同意或不同意有什么差别 同意不给钱 不同意咧 不同意就是free 错 同意的意思是说 这个Evano如果你要把照片放到你的Evano里面 它就要进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你不同意你就放不进去了啊 因为你不准拿进去 比如说你请一个佣人到你家仓库去拿珠宝 因为你出门要带上 可是到了仓库管理员那边不让他进去 请问这个仆人要怎么办 回来请老板告诉仓库管理员同意让他进去嘛 听懂我意思吗 仓库管理员怎么知道你同不同意 你就要回答 你是Evano还是Don'tEvano Don'tEvano以后你就别想记住照片了 你当然是要Evano嘛 你要帮他记住任何东西 你当然要一直让他Evano嘛 他怎么帮你记住你曾经有拍的照片 你当然要允许他进到你的仓库拿嘛 我听我刚刚讲那个管理你还不懂吗 你出去你要带的珠宝在仓库里面 你叫人家去拿你又不让他进去 他怎么帮你拿 你要他帮你记住任何东西 你又不给他权限 他怎么帮你记住 那那种location呢要不要允许 看你要不要记住 你曾经走过的地方 如果你是用GPS定位 如果你的location不允许 对不起他就没有办法定位 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要你要让他做什么事 是依据谁来决定 我的指令 对你的指令嘛 那你要根据什么东西来给他指令 对你要根据什么 你的定位 你的需要嘛 你如果不需要他去做这个事 你就don't allow 如果你需要你就要 allow 否则他做不了 所以 他是你的秘书 你又不同意让他去银行去取钱 那你又叫他把钱拿给你 他从口袋掏钱给你嘛 No calling 听懂我意思吗 我的想法是 既然他已经有这些放学 好 我们不能讨论你的想法 我没有时间 你的想法不重要 是我们要继续上课 我再讲一次 你的手机会装很多APP 这个APP他基于礼貌 他会告诉你说 许不许可去做什么事 那许不许可的决定权在谁 在你自己嘛 那你依据什么 依据你需不需要嘛 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你不理解电脑 这是好的APP才会问你 不好的APP直接去 你根本不知道 是好的APP才会问你 你还疑神疑鬼 你搞不清楚 你用很烂的APP 他所有东西都会把你翻光 就像你去请一个警卫 或是仆人 把你家都倒光 你都不晓得 好的仆人会问 主人这个可不可以做 听懂吗 好的软件才会这样 老师我想问 就是我刚才弄的这个 他就 我就按了一次的那个 就是提一次的 那他有说 每一次都要提的 就是要帮我 譬如说拍照片 或者什么 你就always 而闹就好 可是我如果弄了一次的话 那怎么样 可以再改 改到我以前按的吗 还是 那个其实通常不是拍照 那个通常都是叫做 location service OK location service 在privacy里面 你到iphone里面privacy去设定 打开location service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OK 好 来我们赶快要讲 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啊 我不是说不让各位问问题 各位的问题都很重要 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 但是我又急着要把很重要的东西讲完 可是看起来今天很难讲得完 好 不过重点还是要讲一下 来借我讲一下 我今天给各位讲益花了很多心血 如果各位没有catch到这个三分之一 就很可惜 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 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 好我们先把前面讲完 后面可能没有时间讲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还有时间上课的话 再继续学 来各位看一下这个表 各位第一页page one 是不是有个表 是不是有个表 这个表的最右侧叫做什么 备注第二项之后 请自行填写 那会不会写 有没有谁已经写了 举手一下 这表是各位根本没有看讲义啊 有有 有看讲义有没有写 有没有写 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没有看到这一段嘛 所以你叫有看没有到 我承认你有看啦 可是你没有到 我们以前小时候讲 说要眼到心到手到口到 你只是意识一下 老师交代要看 你意识一下看啦 好 没有关系 各位 我现在要教各位 这个Evernote有多强 多强 太强了嘛 所以我就把各种状况 列在这边啊 什么叫各种状况 来看这边 Anything啊 Anything你懂吗 那我又怕各位不懂 所以我就用一个量词的观念来解释 比如说第一项文字是什么意思 文字是什么意思 好 比如说你看到一篇文章 各位 我每个月 不是 你看每个礼拜 我至少给各位 一篇文章嘛 那你如果上两个课 就两篇文章对不对 我是不是给你 图文并茂的文章 是还是不是回答我 是 是 是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 注意听哦 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 你想把它保留下来 用Evernote怎么做 Scan Scan 怎么做啦 Scan Scan 我们下来之后 有几个 pages 2 pages 所以你要Scan两次 就会存到你的Evernote里面 至于什么Scan 我们等一下做 我们先来讲这个观念 如果这个一篇文章 两个page 对不对 你把它Scan 下来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什么 产生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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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Evernote它里面的单位 叫做Note 听懂吗 你今天来上课 是不是写笔记 是不是写了什么笔记 什么笔记 几折 我都泄底了 一折笔记 各位要记住这个量词 一折笔记 你是不是来上课 不管你写了几个page 是不是写了一折笔记 听懂吗 那下个礼拜来 假设我们六个礼拜 你每个礼拜都来写笔记 都来上课 那请问到了今天下课 你有几折笔记 六折笔记 很简单 六折笔记 那如果你 换句话说 如果你每个礼拜来 都用我教你的Evernote 你是不是有六折Evernote 是 没错吧 可是你原始的档案 如果 根据我刚刚讲 你拿到的是六篇文章 是不是六篇文章 是的 所以这个动作叫什么 我已经写在量词那边 叫偏转折 这样懂了吧 为什么叫偏转折 一篇文章 转折 转折 很辛苦 还要教中文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帮各位记住 这是第一样嘛 所以你只要看到任何 比如说 你看到任何 比如说小说 看到外面街上面有堂棒 有没有文字 那都算是文字嘛 那可以长天大论也可以是几个字 都是以什么为单位 偏 偏 你看到的文章都是以偏为单位 你懂吗 但是你用你的Evernote去 scan完之后呢 就变成祭祀 祭祀 祭祀 对 变成祭祀 这样懂吗 所以如果看到文字呢 我这边也写运用的场合有哪些 运用场合有哪些 运用场合有哪些 照相机照嘛 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现在可以做什么啦 练 请你练一下那个三个字 量词那边 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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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把老师的 所讲的话都记下来怎么办 以前是用录音笔 现在用哪个 转转 那那个动作叫什么 断转折 为什么叫断 你听到一段声音嘛 声音是不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 你就可以把它转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个 这个中文很难讲啊 idea 中文怎么讲 idea 中文怎么讲 想法 想法 这个太多了 idea 构想 还有什么 idea 中文怎么讲 思想嘛 看法也可以 对 看法也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idea 各位知道 所以我中文勉强叫做想法 有时候我们会有灵光 乍现 不叫一现 乍现比较高 一现也可以啦 灵光 有没有 如果你脑袋出现 灵光一闪 有没有 灵光大现 对不对 好 这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想法 各位仔细想啊 你脑袋是不是会常常会 思绪很乱 这边跑来这边跑去 有没有 常常会有一些想法嘛 会有一些idea 可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想法 跑到你脑袋里面 你觉得很重要 这时候 你想把这个想法记下来 怎么做 笔本 有没有 赶快写一写 赶快画一画 听懂吗 这样子可以把你灵光乍现的灵感记下来 好 如果 灵光一闪过去 那你如果用量子用什么 一瞬间 量子用什么 量子用什么 量子回答我 灵光一闪 一闪 一闪 一道 一道闪光 光芒是不是用到 你笑什么 以前看固带戏啊 维基剪掉 有没有 好 有没有 大家这开玩笑啦 你脑袋是不是有想法啦 其实你的想法 可以换成一个想象的一个图案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会心智图 各位有没有听过心智图 my map 各位 没有听过 没有办法以后有机会上 就是你有一个想法 可以把它归纳成一种图案 这种图案 如果你在你的想法是很具体 你就可以画出来 如果你不具体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的想法是什么 用文字或是图像把它具象化 具象化 大家听懂吗 听懂吗 我好像都在教中文 具象化是什么意思 抽象东西变成有形象的 那是不是一种图画在你的脑袋里面 是不是图画啊 是 请问图画量词是什么 所以转成 Evernote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啦 你要看这边啦 我这样看 我可以看到字 请问如果一个想法 老师怎么建议 符转折 符转折是什么意思 你要把你脑袋里面的想法 你可以看到哦 各位看一下我后面 后面哦 讲义的第二页 记得你要跟老师讲 说这个讲义是你 我等一下还你 不要不要拿走 难怪那个 你可以看到我有一些想法 我就用图像 来第二页的page 2 的最下面 右边两个 我都是用Evernote把它画下来 以前我是一张纸哦 我现在是Evernote把它画下来 这样是我脑袋的想法 就把它具象化 这时候我的idea就把它keep住了 听懂吗 如果你没有具象化 你keep不住 听懂吗 好 我们再来讲 网页 第六 网页是什么 重要网页留存 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 网页要把它留下来 有没有 你如果上网买东西啊 或是上网找东西啊 你常常需要做什么 保留那个网页嘛 可是那个网页会变啊 那 李李李告诉我 老师你拿来照样 你拿出来照样 对 我就知道了 那个是最low了 你直接用Evernote叫做夜转折 什么叫夜转折 大姐就知道嘛 Wake Creeper 直接转过去 好 再下一个叫邮件 时间到了 邮件是什么 老师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 等一下 风转折 我把这讲完 风转折 好 讯息是折转折 然后档案是 所以我现在把它列出九 九样东西对不对 好 那 我告诉各位 每一样东西 我都可以讲个四个小时 所以我们留待下一次 如果各位真的有需要 好 回去以后 各位要把Evernote 装完以后 第一个先把它scan一下 把照样机镜头打开 先试试看scan 好 我保证各位回去以后 你去做一定会有问题 但是每个同学都有问题 我今天就算留到半夜两点 也不够各位问 好 没关系 各位 总是never too late嘛 好 我们今天